王楚然仅用一个表情横横打脸了为他澄清恋爱脑的粉丝 视频中的这一幕出现某综艺节目中 彼时我的人间烟火剧组为了宣传此剧登上了你好星期六的节目 在接下来的游戏环节 男主杨阳和女主王楚然被分在了一组和对手玩泼水游戏 当杨迪多次将水泼在杨阳脸上时 一旁的王楚然直接放弃表情管理 满脸的怨气和上杨的嘴角仿佛在说 不要欺负我男朋友 甚至对着前辈杨迪疯狂翻白眼 网友们也直接被他微妙的表情震惊到 本因为王楚然多次吐槽杨阳大脑空空 一定是嫌弃对方的 直到看见他在节目中与杨阳亲密互动 甚至为了他给前辈甩链子 我只能说他真的超爱 在另一个游戏环节 王楚然需要选人组队 面对眼前的杨阳 杨迪 魏大勋 他直接想都没想选了他的宋宴 我觉得首先这个协调能力要真的很强 那据我所知 协调能力强的只有一位 我的宋宴 我的宋宴 一旁的何炯话都到嘴边了 硬是没有说出口 两人在玩猜子游戏时 不仅食指紧扣还抱在了一起 这个举动直接惊待了一旁的杨阳和魏大勋 知道的是在玩游戏 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来节目谈恋爱的呢 网友表示上一次这么难科的还是小黄鸭和刘浩然 不过随后就有网友拔出 王楚然的上一段恋情刚刚结束 在玉谷瑶拍摄期间 王楚然就被爆出和王子齐牵手散布的视频 随后他的经纪人立马发文做出澄清 一句小王独美直接否认了恋情 可没过几天 又有狗仔爆出两人一同吃饭的消息 因此这段恋情也彻底被坐视 可仅过半年 王楚然再一次被爆料和陈又为同回小区 虽然双方工作是火速否认恋情 但是短短几句话却显得苍白无力 更让网友们想不到的是 我的人间烟火还没上映前 王楚然和杨阳又传出了恋情瓜 如果这部剧收视率很好的情况下 那么杨阳和王楚然将会收获一大批CP粉 毕竟电视剧中男主和女主甜蜜恋爱 观众看了就不自觉的磕上CP 就好比前段时间热播电视剧 长风度男主白静婷和女主送印 两人在剧中的情侣戏份直接被延伸到了剧外 不仅收获了一大批CP粉 两人在圈中的位置也上涨了不少 只可惜杨阳和王楚然的电视剧播出后 不仅没有粉丝科两人的恋情 还被央视消防医疗等多个行业当众点名批评 男音杨阳和女艺王楚然的油腻演技 也招来了不少的黑粉 甚至有网友蜡萍两人在剧中的演技 可以用处境洋相来形容 可见观众有多讨厌他俩 直到看见那音和杨坤的评论区 被盗郎的新歌刷屏 才明白善恶终有报这句话说的是真的 视频中刀狼吐露新生的一幕 是他被整个乐坛排挤后的真实做法 2004年可以说是华语乐坛最巅峰的一年 周杰伦的七里香横空出世 唱片销量直接突破350万张 林俊杰的江南 SHE的波斯猫 张寿涵 潘伟博的快乐崇拜 王心灵的爱你和五月天的倔强 这些在20年后依旧爆火的金曲 全部都在这一年同时发布 本以为这次唱片销量最高的非周董莫属 可刀朗的2002年的第一场雪已经发布 直接秒杀了所有的歌曲 就连周杰伦的350万的销量 都直接被他碾压的体无完肤 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 正版专辑销量突破270万 盗版销量直接达到1000万张 直接开创了华语乐坛最新记录 我听到一个数字 我现在觉得这是我觉得特别挺大的一个数字 这个2002应该是那张专辑 正版的销量应该是超过270万左右 然后盗版的话保守估计应该是过1000万 放眼望整个华语乐坛无人能及 刀朗十多年的音乐之路也终于熬出了头 但他在采访中表示 自己只想做一个二三线的歌手 因为这样他才能安心创作 但事与愿违 彼时的杨昆摇身一变 从钢铁厂的工人成了当时最受欢迎的男歌手 当他听到刀朗的这首歌后 更是直言不会的表示 刀朗被质疑没有音乐才华 汪峰更是站出了力挺杨坤 直言刀朗现象是整个流行音乐的悲哀 换句话来说就是农村与大城市的对立 在贫选时代影响力歌手时 乐坛大姐大大英更是言辞犀利 他不具备审美观点 可当记者提到 刀朗那让所有人都望尘莫及的销量时 大姐大又瞬间哑口无言 刚才说了半天就是刀朗的这个销量呢 我又闭嘴了 他的确我们谁都没卖过他 可是咱不能光靠销量 不仅如此 当时作为主席的那英 看到名单上有刀朗的名字 更是坚决反对他入选 就这样刀朗彻底被华语业谈 打压成了一个局外人 并一声声贴上了土的标签 圈内也掀起了一篇抵制刀朗的热潮 为了做好自己喜欢的音乐 刀朗直接退出了娱乐圈 不过就在所有人都要忘记他时 他却在最近带着一张全新专辑又杀了回来 这也让很多歌迷都十分惊喜 这首罗刹海市的歌词出自聊斋致意 其中的狗狗营的地方和名叫幼鸟的鸡 都是盗狼亲自杜撰 用来讽刺社会中不良的现象 整首歌听完没有一个脏子 但处处犀利的歌词只指人心 很多看热闹不嫌事大的网友 更是直接跑到那英的社交平台留言 一时间他的评论区直接沦陷 毕竟当年两人的事情闹得人尽皆知 很多网友还是一直纷纷不平 如今好不容易打到一个机会 自然要想尽办法过度解读 不过话说回来 你刀狼的性格不会专门用歌词来针对这些人 毕竟出道多年来 他从不愿意与别人争抢 而不管怎么说 他的回归确实是华语夜谈的一件大信誓 我来讨论窦